1.税改可能会刺激美国经济,但恐怕只是昙花一现 2.德国力挺,欧盟强硬对待英国脱欧,欧元对英镑,后市看涨 在黄金交易提醒,美国税改靴子落地,金价回调,压力渐显 特朗普税改可能会对美国经济产生刺激 但专家们对于这场大整改是否会对经济产生深远的良性影响观点不一 多数人认为税改会对美国明年的GDP产生刺激作用 但也有人怀疑减税的长期影响,甚至是减税的时间节点的对错 的确,几乎每个经济学家都赞同,此次的税改会对美国明年GDP产生刺激作用 此外,新税法将让企业投资更加节省成本,让美国人到手的收入更多 有人甚至认为,这次税改可能会将GDP的年增长率推升至3%以上 这会是2005年以来的第一次,而迄今为止8.5年内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1% 但是也有许多经济学家怀疑减税的长期影响,甚至是减税的时间节点的对错 打开一家德国报纸 除了英镑低幅扩大之外,很难看到其他的东西 整个英国偷刑事让德国媒体感到困惑 对英镑的关注度也有声有叫 换句话来说,德国民众也不会一直在报纸首版看到有关英镑的消息 从表面上来看,德国似乎为英国离开欧盟感到遗憾 但与此同时,德国也有坚定的决心将保护欧盟单一市场的完整性和平稳运行作为第一要务 欧盟的立场被描述为非常实际,并且通过计算才给出了相应的结果 欧元区各国政府聚集在一起,对英国脱货的现实做出了强有力的回应 对欧元区经济的预测也很乐观 最后来看一下黄金方面的消息 12月21日亚市早盘,现火黄金小升值两周高位至每盎司1268美元附近交投 此前美国众议院再度投票通过了追踪版本的税改法案 但因市场对税改立法的成功已经有所消化 金价并未出现明显的下跌走势 不过由于市场恐慌情绪的放缓 金价将在短期内出现下跌 这往往会导致避险买盘 同时最近几周,由于投机者的看涨情绪减弱 黄金价格后期或存在走低的需求 本节目由杜高斯贝出品 我是维珍,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